由张若云领衔主演的古装大男主剧《雪中和刀行》第一季已经收官,伴随着匆匆而至的结局,观众们便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即将启动的第二季身上。 《雪中和刀行》二宣发,于又威新人选公布,观众,这身材简直绝配。《雪中和刀行》二的启动时间,最快应该是在今年的第三季度,不过在启动之前,首先要进行一波演员的选曲和更换,其中已经被爆出的一位,便是于又威。 于又威在《雪中和刀行》第一季中是由佳泽饰演的,虽然美貌有余,但是身材不足,因此并未受到什么赞赏,甚至还有了些许吐槽,因此,这个角色的更换是必然的了。 起初,网络上有消息爆出,《雪中和刀行》二于又威一绝,暂定为了辛子蕾出演。 对于这个演员,大家可能并不陌生,辛子蕾是85后的一位人气女星,2016年凭借一部《长江图》进入演艺圈,随后出演《恋爱先生》,她杀,如意传,怒情相惜,带着爸爸去留学。 《庆余年》,《斗魄苍穹》,《书赢》等多部大剧,按理来说,辛子蕾出演《雪中和刀行》二于又威一绝也是可以的,毕竟颜值,身材,演技,人气都有,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最终爆出的人选成为了徐东东。 对于徐东东这个名字,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,即便不了解,大家想必看到这个人的时候,也一定会觉得印象深刻。 毕竟她在电影领域的成就还是相当不错的,尤其是那令人羡慕的身材,徐东东是90后的一位新晋小花,2011年正式步入演艺圈,凭借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出现在观众的视线,随后出演《平凡的岁月》、《恋爱七八九》、《华丽上班族》等剧作,不过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。 直到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,凭借《上海王》、《澳门风云三》、《鱼醉三部作品》的播出,才让徐东东的人气飙升。 之后《追龙》、《大嫂》、《西红柿首富》、《嫌疑人》、《追龙番外天之十亿探长》等影片陆续上线。 自此便让徐东东在电影领域闯下了一片天。 说起徐东东,大家脑海中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好身材了。 想必这也是为什么《雪中汉刀行二》会选定她作为余又威饰演者的原因。 毕竟原著中的余又威就是这么一个好身材的女人。 对此不少观众直言,这身材简直绝配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